好 我們接著來看這個蒙古 中國大陸 還有這個俄羅斯 我們知道這個蒙古的地理板塊 它剛好就是夾在兩個大國之間 所以沒有辦法 不管是你的物資要出去 資源要進來 都得要通過這兩個國家 它也不靠海 那當然這幾年它一直在強調 要有第三國 要有第三零國 所以之前我們看到日本啊 韓國啊 美國都非常的有興趣 那現在呢 德國 但是我們先講這個 俄乌戰爭開打了兩年 快要進入第三年 普丁最近很特別 接受了美國福斯新聞的訪問 美國 而且這個訪問長達兩個小時 那當然啦 為什麼要接受訪問 普丁有話要說 說什麼呢 其實你看到他的全篇 其實講的還是什麼 一家人的概念 對不對 我們其實是一家人 所以自古以來 烏克蘭就是俄羅斯歷史跟文化的一部分 這個話從大的方向講是沒有錯 如果大家看過歷史的話 但當然現在在戰爭期間 這句話很多人聽了就不以為然 對不對 但不以為然應該都是西方啊 烏克蘭啊等等 但是這位跳出來啊 他是蒙古國 雖然是前總統 他最近呢 在X平台上 發出了這四張地圖 啪啪啪啪啪 四張 他就是咬住自古以來 烏克蘭自古以來是俄羅斯的歷史文化 那他要講什麼 俄羅斯自古以來是我們蒙古 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 確實這話講的也沒錯啦 如果說你這個看到這個大歷史再往前推的話 以前這個成吉斯坦帝國啊等等 是沒有錯 但是蒙古大家知道 蒙古雖然它有豐富的一些這個物產資源 但是受限於它的地理位置的關係 還有是它的一些歷史 所以像西土 西土你開採不只是蘊藏而已 你開採的技術 包括它的污染 包括它的運送 你無論如何就是脫離不了這兩國 其中還有一些油氣的問題 另一頭就是德國總統最近到這個蒙古去進行訪問 因為雙方建交了50周年 那蒙古也按照過去的慣例是送了駱駝還是馬 給這個總統還有總統夫人 兩國也簽署了採礦等一系列的這個協議 蒙古要支持德國入場 所以呢這個是怎樣 這個當然中國大陸 北京也好 莫斯科也好 聽了心裡不太舒服 因為這個是拜登的主張 拜登一直希望什麼 不管是印度啊 日本啊 德國啊 希望白衣國推到這個入場 加入這個裡面 那路透社就解讀嘛 這就是蒙古向德國西方國家靠近的重要證據 沒有錯 蒙古是想要靠近 但重點是能不能 蒙古總理也曾經表示 蒙古國會實踐對外的政策要關注的國家就是美國 所以去年到美國去進行了訪問 簽署了一個開放天空協議等等 接著日本 韓國等等都有很多積極的動作 所以呢 麗將軍你怎麼看 他要支持德國入場 有可能嗎 多了他的這一票 蒙古其實大家認為他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 因為他在兩個大國中間 對不對 兩個大國在保護他 誰也不敢動他 對不對 你要誰要去侵犯蒙古的話 一定要先把中國打敗或者是俄國打敗 你才可以入侵到蒙古 但是蒙古很奇怪 他一直跟俄國相處的不是很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現在這邊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其實有一個叫《東歸英雄傳》 有這部連續劇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這要講到明朝末年的時候 其實蒙古他們那個族裡面 有一個族叫做《土耳護特部》 然後他被准格爾部欺負 他就吸遷 他就跑到哪裡去呢 跑到這個 我們講俄國的酒叫福爾加酒有沒有 福特加 那有一條河叫福特加河 他跑到那邊去 大概現在在離海上面 這個部落跑到那邊去 跑到那邊去他就在那邊定居 在那邊住了幾百年 但是沒想到俄國後來跟俄國凱特 那個女皇啊 他跟這個土耳其打仗 他們為了爭黑海的出海狗 在那邊打仗 他就用蒙古人的這個部落的男子 去徵兵把他們男孩都叫去打仗 打仗他們覺得不幸啊 這樣的話我們男生都打光了 到時候我們這部落就滅族了 所以他們就回歸到中國來 那回歸到中國來的時候 俄國是怎麼樣做的 俄國派哥薩克跟哈薩克騎兵 去追殺這個族 這個族17萬人要回到中國來 沿途跟克薩克哈薩克打仗 帶著富裕同胞 最後真的回到中國了 回到他蒙古的新疆的 只剩下兩萬人 大概十幾萬人全部被追殺死 所以他們之間其實 從這個歷史上 中國還特別把這段影片拍成一個電視劇 其實這個歷史上是很有名的一個故事 一個部落的遷移 然後造成人員的人口 這個傷亡很大 然後誰去接他們回來呢 是這個乾隆大帝 乾隆大帝那時候站在伊犁那個地方 把他們接進來 然後擋住克薩克哈薩克的疾病 所以蒙古其實跟中國來講的話 是比較有這種感情的 然後乾隆大帝還把現在新疆 我們知道有一個地方叫巴音 河塑這個幾個縣 現在這個幾個縣是 就是當初從李海那邊 遷移回來的這個部落 你講的是相較 但是兩國中間疙瘩也不少 對 但是現在來講就很 就是牽涉到 我講的是說蒙古這個種族 其實這個族群 其實跟中國來講 歷史上面也有很多恩怨情種 其實跟俄國也有很多恩怨情種 確實沒有錯 就是他想不想跟他能不能是兩回事 但是你看到 因為他跟這個德國 因為是建交 之前說實話法國總統也去了 那當然是個建交50周年 50是個整數 所以在這個時候 雙方簽署了一些這個協議等等 互相友好 這些都是在理解當中 那德國也表示支持他很多 具體的一些行為等等 這個蒙古也確實需要 一些經濟上的一些幫忙 但問題是蒙古要回饋什麼 什麼都好講 但他偏偏講這個 要支持德國入場 這個大家知道就是拜登的主張 所以這個時候 這句話是講給美國聽的 講給美國聽 但是你今天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 我今天講一件事情 他今天蒙古很奇怪 他跟俄國也處不好 跟中國也處不好 那現在他自己本身能源要靠哪一條呢 有一條俄國到中國的輸入管線 叫西伯利亞二號 對不對 他就希望從他蒙古進去 然後在蒙古進去 他中國不願意 我進去以後 如果說我這條管路從那邊進去 加上你蒙古跟我相處之間 彼此有矛盾 有情節來講的話 我隨時的能源會被你卡掉 我就不願意從那邊走 那第二個就是蒙古想要 但是蒙古為什麼想這種想法呢 他想說你油管從這邊走 我可以中間收過路費 所以蒙古總統前一陣子 不是還喊話嗎 對 希望兩國趕快談一下 對 趕快談一下 他就希望說收過路費 但中國來講 如果說你跟我關係沒搞好的話 將來我這管路從那邊走 這是我的能源 能源很重要的要管線 那你蒙古如果說卡斷我這個 就跟北溪二號把我炸掉了 我能源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蒙古自己本身要去 思考清楚 你今天人口也少 你夾在兩個大國中間 你不錯你是有些煤礦 當初那些煤礦 也都是賣給中國 也都是中國去跟他買 因為中國要建設需要煤 需要動力 需要煤 所以是跟蒙古來講 其實中國對蒙古來講 只有好意跟善意 那蒙古自己也會思考 其實蒙古分為內蒙跟外蒙 內蒙是中國的 那現在他們會看到 內蒙其實建設的很好 不管各項科技化或者現代化 都做得很好 但是蒙古一直是很落後 因為它就沒有什麼零海港口 它能源沒辦法輸出 它現在有很好的稀土 還有煤礦 還有一些礦產是不錯 可是問題是說你自己本身 你沒有林口好岸 你所有這些東西 不能用飛機運出去 那你現在來講積極的 也不曉得他們這個總統在想什麼 一直在跟拜登示好 一直在跟德國示好 問題是說你卡在中間 我想如果說你能夠成功的話 真的是沒有天理 但是 好我讓韓濱來補充一下 所以你來看一下這個蒙古 因為最近跟德國這個事情 當然了大日子 建交50周年是要大大慶祝一下 但不管如何 這句話我們看到 中國也瞪大眼睛 俄羅斯也瞪大眼睛 要讓德國入場 這個拜登大力提倡 日本印度等等之類的 優好國家希望能夠進入到 這個常任理事國 所以你怎麼看呢 多了蒙古的這一票 拜登的如意算盤能夠成嗎 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基本上就不肯 這個是口惠而死不治的東西 蒙古就只影響他這一國 可是實際上他入場是要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同意 那這一頭中俄就都在裡頭 他們怎麼可能會同意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蒙古國 贊成或不贊成根本就 毫無無關緊要 因為他根本就 沒有什麼權力 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他做這個目的 只是向德國示好 可是我一直覺得 他們腦袋怪怪 就是你 好你去跟德國 簽了這些採礦合作 那請問一下 你的礦要怎麼送出去 你不是經過俄羅斯 就是要經過中國 你沒有第三條路 就只有這樣 所以你 你基本上能不能跟別人 做生意是取決在中國 跟俄羅斯手上 你完全沒有其他的辦法 那所以這個東西 你還 然後你還一次要準備得罪中俄 我覺得這個 這個邏輯是什麼 我真的搞不太懂 但也許 他們就會覺得說 過去俄羅斯在 以前蘇聯的時候 一直控制蒙古 那他也覺得中國 佔領了很多他的資源 因為蒙古人也認為說 內蒙應該還給他 那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想法 對你心裡頭 可能不是很福氣 可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 你不靠這兩個國家 你根本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因為你連對外的出路都沒有 你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內陸國家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認為蒙古正常的做法是 應該要盡力改善他跟中俄之間的關係 然後你要鬥要讓中俄之間去鬥 而不是自己去跟中俄鬥 這剛好是相反的東西 你要讓這兩大國競相爭取 在你這邊投資 在你這邊改善你的基礎建設 把你建設成更好的國家 而不是同時跟中俄兩個國家鬥氣 這個對蒙古的發展 完全沒有任何幫助 你說你現在要引進美國的勢力進來 請問你怎麼引進 因為美國他畢竟好 頂多他空中跟你交通 然後有一些東西可以跟你 在一些貿易往來 可是你所有跟美國之間的產品 也都要經過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不然你就是進不去 所以這種擺在眼前的事實 如果都不看清楚 還一昧的想要去做這種東西的話 我個人覺得這個就像小孩子 在辦家家酒 一點意思都沒有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先別忘記了 沒問題 有明天 適合 by bwd6